三月份复活节前 我们会有四十天的这样的特别承导 特别承导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 马可福音十一章 一到二十六节的经文 马可福音十一章的经文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 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 在橄榄山那里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一进去的时候 必看见一批驴居拴在那里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可以解开牵来 若有人对你们说 为什么做这事 你们就说主要用它 那人必历时让你们牵来 他们去 便看见一批驴居拴在门外 街道上就把它解开 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 你们姐离居做什么 门徒照着耶稣所回答 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 他们把离居牵到耶稣那里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耶稣就起上 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 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 铺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 河善那 河善那 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那将要来的我主大魏之国 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 河善那 耶稣就了耶路撒冷 进入了圣殿 周围看了各样物件 天色已晚 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 往伯大尼去了 第二天 他们从伯大尼出来 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 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 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 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 不过有叶子 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 耶稣就对树说 从今以后用人吃你的果子 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进入圣殿 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 推到兑换银钱之人 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也不许人拿着器具 从店里经过 便教训他们说 经上不是记者说 我的店必称为 万国祷告的店吗 你们到时他成为贼窝了 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 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 却又怕他 因为众人都吸起他的教训 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 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 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 彼得想起耶稣的话 就对他说 拉比请看 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信服神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得着的 就必得着 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 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 就当饶恕他 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若不饶恕人 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Amen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感谢你 今天我们一起来礼拜 求主你 亲自灵格在我们当中 悦纳我们的礼拜 也求主你向我们说话 我们当中需要安慰的 你安慰我们 需要医治的 你来医治我们 需要恢复的求主你来恢复我们 主啊求主你祝福我们 特别今天如果有第一次来的 求主你遇见他 触摸他 让他能够遇见耶稣基督 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今天借着 马可福音11章 1到26节的经文 我们以结果之为题目来分享 最近看这个视频 短视频的话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一个国内的一个事情 一个事件 什么呢 可能大家也看过 就是在河南 郑州 有很多的大学生 夜骑自行车 骑54公里 然后去哪里呢 去开封 那么前两天呢 据说有的人说是10万 一晚上有10万大学生 骑着自行车 从这个郑州骑到了开封 有的人说已经达到了 大概25万 也引起很多国内高校的注意 很多学生也纷纷 慕名而来到郑州 来夜骑自行车去开封 那么这个事情呢 大家怎么好像都第一次听的 眼神来看着我 这个事情的开端呢 是6月份 有十来个大学生 突然晚上 响起了开封的灌汤包 然后晚上就骑自行车 从郑州骑了50多公里 到了开封 吃了灌汤包回来 然后他们就要在自己的 这个社交平台上发 突然这样 这个很多人开始关心 然后每天晚上 骑自行车去开封 吃灌汤包的人 开始多起来 然后现在呢 已经达到了10万人 甚至有的人说达到 25万人 骑自行车 然后去开封 他不只是为了吃灌汤包 他成了一种 像一种运动 或者是一个学生的 这种一种 一定要避打卡 或者是一种 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了 那么有人在问 为什么要业期 为什么要去 从郑州去开封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那么下面就有很多人回答 有的人说 我们要享受自由 虽然只是这短短的业期 我们要通过这个来 享受骑马的 这样的自由 也有人说 我要找着我人生的意义 通过这个业期 我要找着我的价值 我要找到我的 人生的价值 有很多这样的答案 当然每个人 骑自行车 业期的目的 可能都不一样 那么 我就想在这里问大家 那么你呢 我们 我们礼拜的弟兄姐妹 我们每天每天 如何在寻找你人生的意义 如何对你的人生 赋予这个意义呢 骑自行车 或者跑步 马拉松 然后 或者是成就某种事情 登山 也可以登山 或者成功 或者达造某种某个目的 你设定的人生的目标 你来去成就 当然这些都有意义 但是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真正的人生的意义 我们只有在一个地方 才能找得到 只有在一个地方 除了这个地方以外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没有任何一个渠道 让我们找到 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意义 也无法赋予我们人生 意义 这唯一的 这条道路 唯一的那一件 就是谁 耶稣基督 我们通过耶稣 才能 找到我们的人生的意义 和人生的怎么样 价值 我们通过我们自己 是绝对无法找得到的 我们通过我们自己 是绝对无法赋予我们的 人是从自己身上 无法找到 无法得到 只有谁 通过创造我们的那一位 我们才能够怎么样 找到和得到 那我们的价值 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的价值 我们的意义就是 耶稣基督 我们值多少钱 我的意义有多重 我的人生有多大的意义 是通过谁 我们能够知道 耶稣基督 他爱我 为我死在死架上 所以你人生的重量 意义和谁一样 和耶稣基督是怎么样 一样的 因为他为了你 为了我 他死在了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的价值 是和谁一样的 和耶稣基督一样的 并且这个价值 不是只是在地上的 是怎么样 永恒的 是永远的 是怎么样 不消失的 不消失的 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得到了永生 所以我们的人生 是有价值的 有意义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作为一个 已经信的人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那么请你不要再 为找你人生的意义 去奔波 去荒废 浪费你的时间 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 有今天第一次来 或者木道友 你在寻找你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请你不要再找了 耶稣基督 请你遇见这位耶稣基督 那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作为一个 找到了我们的价值 找到了我们的人生的意义的人 我们要知道 把我们的力量 把我们的人生的热情 我们要花在哪里 我们要把我们用在哪里 我们要用在哪里呢 我们要用在享受 并且彰显着价值上面 我们是已经拥有着宝贝的人 我们是已经拥有着价值的人 我们是已经拥有着意义的人 那么我们要如何通过我的生命 把这些彰显出来 不是每天去找 已经有了 还在那里找 你找什么 你已经有了 我们要努力的是 如何给它彰显出来 如何给它活出来 活出来 换句话说呢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 结果子 让我们的生命结果子 不要再去找哪个是真葡萄树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真的 我们已经找到真的了 既然我们作为一个找到真的的人 那我们要努力贴在它上面 干嘛呀 结果子 耶稣说 我是真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既然你们是枝子 我是真葡萄树 你要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里面 你就必会怎么样 结果子 我们要努力的是 在它里面 来 结果子 结果子 那我们今天呢 通过今天的话语呢 祝愿我们弟兄姐妹啊 都能够成为一个 结纳丰盛果子的人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到十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 预备 齐 耶稣和门徒将进耶路撒冷 到了伯法齐和伯大尼 在橄榄山那里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一进去的时候 必看见一批驴居 酸在那里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可以解开 前来 若有人对你们说 为什么做这事 你们就说主要用它 那人必历史让你们牵来 他们去了 便看见一批驴居 酸在门外街道上 就把他解开 在那里站着的人 有几个说 你们解驴居做什么 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 那些人就任凭他 牵去了 他们把驴居 牵到耶稣那里 把自己的衣装搭在上面 耶稣就骑上 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 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 铺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 和善那 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那将要来的 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 和善那 那我们今天 我们第一个 也是用三点来分享 我们分享的第一点是 为了结果子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地知道 我是谁 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 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的时候 我们成为才能够结果子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 必须要结出果子的一个存在 我们是必须结出果子的一个存在 我们有一首赞美 你是为了被爱而出生的人 今天也告诉大家 你是为了结果子而出生的人 我们要结这个果子 耶稣和门徒们进了耶路撒冷 进耶路撒冷 到了 没有进去 那么这时候 这一次耶稣和以往进城 稍微有点不一样 没有安静地进去 以往都是安静地进去 到圣殿 然后做礼拜 然后出来 但这一次稍微不一样 耶稣在伯伐及橄榄山那里面 让我们徒们去 你们去城里面 到某家某户 到那里面有一个驴 驴居子 没人骑过 拴在他们家门口 你给它解来 万一主人说不行 你就跟他说主要用它 他就会让你牵来 所以他们就去了 然后按照耶稣说的 他们也找到了这个家 找到了这个驴 然后把驴牵来 来让耶稣来骑 他们就把衣服搭在耶稣 不是耶稣的身上 搭在驴的身上 然后耶稣骑上去 然后开始进城 那么这个时候 全城都轰动了 那么全城轰动 肯定是门徒们开始说 耶稣要进城了 骑驴进城了 其实王进城 应该骑什么进城 高头大马 应该骑着马来进城 但是他骑着一个驴来进城 即使骑着一个驴进城 但是全城的人都怎么样 欢呼起来了 很多的群众来到路边 有的把衣服铺在路上 有的把棕树枝砍下来 铺在嫩枝子 铺在这个路上 这个意思是什么 欢迎谁寄来 王 欢迎王 入城 他们喊 和善纳 和善纳的意思是什么 求和善纳原由 求救的意思 再次称为称颂的意思 奉主铭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那将要来的 我主大魏之国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和善纳 他们在那里欢呼 为什么他们这样欢呼 他们知道 耶稣是继承大魏王国的 一个继承者 他们认可大魏 他们也承认大魏 所以他们欢迎大魏进来 就在前两天 前一天 耶稣治这个 虾子的时候 虾子也喊什么 大魏的子孙怎么样 耶稣啊 你来 医治我 所以这时候群众 这些群众们 都期待 耶稣带着这样的权能 耶稣带着这样的荣耀 来进耶路撒冷 然后恢复成就 眼睛所能够看见的 什么 大魏的王国 所以他们 他们这些的 他们思想是根据 旧约圣经 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和 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 在那里面预言的 继承大魏的 魏的这个弥赛亚 所以他们期待的 这位弥赛亚是什么 一个政治上的弥赛亚 能够带领他们百姓 能够逃脱离着政治 逼迫和苦难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弥赛亚 所以他们就欢呼 在这里面雀跃 但是怎么样 没过几天 耶稣没有像他们期待一样 做网 而是怎么样 当兵丁来抓他的时候 他也怎么样 非常顺服地被抓去了 这时候群众们 喊和善纳和善纳的同样一群人 开始喊什么 定他十字架 他们认为耶稣背叛了他们 他们认为耶稣太让他们怎么样 失望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喊 定耶稣在十字架上 定耶稣在十字架上 群众们在这里喊和善纳和善纳 他们并不知道 耶稣来不是为了眼睛看到的 这地上的大魏的王国 而是什么 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边救出来 弥赛亚的角色 不是在这地上 作为这地上的以色列人的一个 新的一个大魏的王国 而是要把怎么样 自己的百姓 以色列人 还有这地上所有的人 相信他的人 能够从罪恶里边救出来 罪和死亡的救救主当中救出来 这是弥赛亚的工作 这是旧约圣经里面 那预言的弥赛亚 他将要来做的事情 但是他们却怎么样 不知道 如果他们真的知道 耶稣来不是这政治上的弥赛亚 而是为了拯救我们 在辞下上受苦难 死 然后战胜死亡的权势 从死里复活的 这样的一位弥赛亚的话 他们不应该欢呼 反而耶稣进城的时候 要怎么样 哭 对吧 耶稣要进城 为我们怎么样 死了 像谁 像打破玉瓶 高抹耶稣以后 用眼泪来洗耶稣脚的 那玛利亚一样 来怎么样 哭 来 预备耶稣的死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门徒们也好 群众们也好 他们期待的都是 政治上的弥赛亚 所以他们没有这种 哀痛在他们里面 反而是兴奋 欢呼 在那里面 呐喊 雀跃 和善那 和善那 在那里面这样的喊 当然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在十字架的救恩 和复活的荣耀面前 我们要来欢呼 雀跃 这就是礼拜 所以我们在这里赞美 我们要在这里面鼓掌 我们赞美他的十字架的救恩 我们赞美他复活的荣耀 我们在这里礼拜他 但是呢 在我们真正的 为了我们真正的来赞美他 为了真正的 为了救恩来欢呼之前 我们要在他的十字架的恩典面前 我们要有对自己的罪的哀痛 和对十字架的苦难的感恩的眼泪 你里面有对这罪的哀痛吗 你的罪的哀痛 有没有对这十字架的苦难的感恩的眼泪呢 我们看八福 第一个 虚心的人有福了 就是贫穷 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 天国是他们的 这个意思是当我们发现 一个人发现自己里面没有救恩 发现自己是一个要灭亡的人 没有希望的人的时候 哀 时候 他是有福的 我是要灭亡的人 我是没有希望的人 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天国是他的 然后第二个在这里面说什么 哀痛的人有福了 哀痛的人有福了 哀痛 看到自己里面没有希望 没有救恩 是一个灭亡的人 为这个人哀痛 那我怎么办 我怎么样才能活 为这个哀痛的时候 他必得怎么样 安慰 安慰 这个安慰是从谁来的 生而来的安慰 如何给我们 说温柔的人有福了 温柔 不是让我们去抢 去争 去夺 而是温柔的人 你安静的 仰望主的人的意思 安静的人 他必得着地土 什么都做不了 因为这救恩 不是我们能做的 单单仰望主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 有福的主 把这个救恩 会怎么样 给我们 安慰给我们 救恩给我们 神的恩典 给我们 给我们 哀痛 和感恩的 眼泪 我没有这个 哀痛和感恩 眼泪的欢呼 这跟这些群众的欢呼 怎么样 是一样的 只是充满在 自己的期待里面 自我满足里面的欢呼 盲目的怎么样 欢呼 只要有一天 和你的期待不一样了 和你的目的不一样了 和你的这种 所希望的不一样了 瞬间就会转变为什么 愤怒 瞬间就会转变为埋怨 瞬间就会转变为 定他在十字架上面 十字架上面 这就是当时的耶路撒冷 当时的耶路撒冷 这就是当时的 以色列百姓 那么当时整个耶路撒冷 看以色列百姓 真的很复杂 是吧 法利赛人 撒多该人 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为了宗教利益 想要除掉谁 除掉耶稣基督 这些群众们 毫不知耶稣基督 是这种救赎的弥赛亚 在这个政治弥赛亚的 这种他们的观念当中 兴奋得不得了 那么看着这样的以色列 我们耶稣的心是怎样的呢 我们的上帝的心又是怎样的呢 神拣选以色列的目的 并不是为此 神不是为了让他们 成为这样的一群人来拣选他们 神拣选亚伯拉罕 拣选以撒 拣选雅各 让他们成为一个民族 成为一个国家的目的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通过这个民族 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让这位救主弥赛亚 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 救赎我们 所以以色列百姓要过一个 什么样的生活 以色列百姓要过一个 不是这样的生活 而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首先明确知道自己身份的生活 我们是神的百姓 当然以色列百姓知道自己是什么 神的百姓 但是他们眼里只有谁是神的百姓 他们自己 只有他们自己是神的百姓 外邦人都是受咒诅的 外邦人都不是神的百姓 只有他们自己 所以首先他们要知道 我是自由人 我是得救的 我是一个神的百姓 我们相信的神 是那独一的真神 自有拥有者上帝 我们相信的神不是杂神 我们相信的神不是偶像 我们相信的神不是太阳 也不是月亮 我们相信的神是活着的真神 创造天地的主 我们相信的神是爱我们 把祂的独生儿子要给我们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救赎我们的神 只要相信这位耶稣基督 我们就可以罪得赦免 我们可以得永生的神 明确地知道这一点的 以色列百姓 所以各位兄姐妹 我们也要怎么样 明确地知道我们的身份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了 我们已经成了神的儿女了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了 我们是光 我们是眼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了 我们已经是宝贝了 宝贝已经在你里面 你也是什么样 宝贝了 不要每天祷告 让我成为宝贝 让我成为宝贝 永远也成不了 耶稣在你里面 你就是什么样 宝贝了 你已经成为宝贝了 我们要活出这宝贝的生命来 我们要明确 知道我们在这世界当中生活 但是我们要明确地知道 我们自己的身份 不能混淆 第二个以色列百姓 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 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 他们要活出一个圣洁的 不一样的生命 作为以色列人 和一帮人怎么样呢 区别的 所以出埃及以后 到西乃山上 买上给他们的就是十戒命 给他们的戒命 戒命就是为了区分他们 不是为了让他们得救 作为一个得救的百姓 自由人 你要和外邦上不一样 你要活出不一样的生活 圣洁的生活 单单仰望主的 单单信主的 不可拜偶像的 不可做偶像的 不可望称主 耶和华神的名的百姓 然后圣守安息日的 圣守主日的百姓 你们要成为一个 什么样的百姓 孝敬父母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的人 不可贪恋 灵蛇的财物的 这样的区别的 不一样的圣洁的百姓 他们要过一个 这种圣洁的百姓 不仅是以色列人 今天的我们 神也要求我们 过这样的圣洁的生活 今天这个时代 是比任何一个时代 都在过圣洁生活上 有挑战的一个时代 很有挑战 诱惑太多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有我们要过的生活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有我们要过的生活 不管世界怎么说 不管周围怎么说 我们有我们要过的生活 圣洁的生活 过圣洁的生活难不难 不难 让你自己想怎么过 很难 不难 按着圣经的教导 活就可以了 难吗 按着圣经的教导 为什么难 你总是想我怎么过 你不要想 圣经你怎么说 你怎么过 就剩下了 第三个 向列邦 彰显神的荣耀来 彰显 有神 有上帝 以色列百姓 要通过以色列百姓 告诉列邦有谁 有上帝 我们看以色列百姓 我们看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通过他的生命 亚比米勒通过亚伯拉罕 看到了谁与他一起同在 神与他一起同在 约瑟 法老看到了神 那么通过旷野的训练的 以色列百姓 你看很多外邦人 看到了 迦南地的人 看到了谁 神与以色列百姓同在 以色列百姓的神是怎么样 真神 所以耶利可城的妓女拉罕 最代表性的一个人 拉罕 还有在约瑟亚记当中 我们看到鸡变人 是吧 鸡变人为了活命 他们的神是真的 不能跟他们平 不能跟他们打 跟他们打就死路一条 我们得活 所以装成了一个 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人 然后求这个约瑟亚 能够跟他们立约 互不侵犯条约 然后他们怎么样 活下来了 对吗 很多圣经里面 这样的例子 通过约拿 整个尼尼威城的王和百姓 认识了神 甚至在巴比伦 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 通过 丹伊利和他的三个朋友 你不叫尼撒王 大利物王 这些外邦的王爷 怎么样 看见了怎么样 神 并且我们也知道 当他们愿意归顺 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愿意相信上帝的时候 神也怎么样 灭纳他们 接纳他们 所以在耶稣的家谱里面 有三个怎么样 外邦的女子的名字 有啊 所以通过他们的生命 让外邦人也怎么样 认识上帝 敬畏上帝 知道 这世界有谁 有上帝 以前就认为 我们中国拜的光宫是上帝 以前就认为 我们拜的这个土地公是神 玉皇大帝 女娲 原来那是假的 只有谁是真神 耶和华 真神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神 差派耶稣到这世界 来救赎我们的神 才是怎么样 真神 他开始 明白 开始知道 所以啊 在建造圣殿的时候 有什么院子啊 有外邦人的院 外邦人也要来到圣殿里面干嘛呀 礼拜的地方 让外邦人也来敬拜上帝 各位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升天之前 给我们留下了怎么样 大使命 使我们到地级来去传福音 地级在哪里 首先是我们的家人 首先是我们的邻舍 首先是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职场 我们的学校 没有相信耶稣的人 给他们传耶稣基督 让他们得救 然后我们再走出去 到外邦人那里 也就是跨文化 做跨文化的 这样的宣教 这世界如何知道 有耶稣基督 如何能够信耶稣得救 是通过我们的生命 彰显出来 这就是结果 这是神希望 以色列百姓 活出来的生命 但是他们没有活出来 他们不断地背逆上帝 不断地离开上帝 不断地堕落 只把上帝变成自己的 独有的占有物 说只有我们是被拣选的 然后对外邦人 是那么的歧视无视 连狗都不如的东西 这就是以色列人 他们没有结出果子 那么他们的结局 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呢 我们看一下11到14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以备齐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 进了圣殿 周围看了各样物件 天色已晚 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 往伯大尼去了 第二天 他们从伯大尼出来 耶稣饿了 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 树上有叶子 就往那里去了 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 到了树下 竟找不着什么 不过有叶子 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 耶稣就对树说 从今以后 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那么耶稣在欢呼声中 进了耶路撒冷 然后到了晚上以后 耶稣没有住在耶路撒冷 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的 整个氛围不好 并且耶稣要在什么时候死 逾越节的前一天要死 所以他就晚上 没有住在耶路撒冷 出来往伯大尼去 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出来 然后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 进城的时候 耶稣饿了 这里边说耶稣饿了 然后看到一棵无花果树 然后看到这个无花果树 以为有什么吃的 去了 但树上有没有果子 没有 叶子很繁茂 但是没有果子 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 从今以后 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然后第二天 他们这一天过去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 他们又回 伯大尼晚上住了 第二天又进耶路撒冷 门徒们一看 这个树怎么样 我的天 从根开始到树枝 所有的都怎么样 整个树就怎么样 哭死了 哭死了 好可怕 耶稣一句话 这无花果树就怎么样 干了 死了 那么为什么耶稣 看着这无花果树 没有结果就咒诅它呢 是不是耶稣也跟我们一样 饿了就会生气啊 我是饿的时候 如果没有吃的 偶尔会生气啊 你们也会生气吗 饿的 我们都会 没吃的时候会生气的是吧 为什么咒诅这树呢 难道耶稣跟我们一样吗 不是的 无花果树呢 一年结两次果子 一个是秋天的时候 秋天的时候会有新的枝子出来 那么新的枝子出来的时候 开始结果子 然后三月初的时候可以看到 然后五六月份的时候可以摘一次 然后春天的时候 它再一次会长枝子出来 新的枝子出来的时候 又会结这个果子 然后大概八月到十月的时候 可以摘下这个春天节的果子 一个是秋天节 一个是春天节 同样一棵树上 随着这个枝子什么时候出来 它结的果子的时间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总之一年两次 那么耶稣这个时候 大概是四月份的时候 那么虽然不是无花果没有熟 但是如果是正常 它叶子很繁茂的意思 正常应该有什么呀 不管熟没熟 应该有这个无花果在上面 所以耶稣去了 但是呢 却怎么样呢 没有果子 没有果子 和这枝繁叶茂的 这个外貌不一样 外在不一样 它里面有没有果子 没有果子 这个无花果树象征的赤水 就是这没有结果子 以色列 没有结果子的以色列 没有结果子的无花果树 被怎么样 咒诅被丢弃 各位兄姐妹 我们要结出怎么样 果子来 我们要结出果子来 我们也是怎么样 无花果树 我们也是怎么样 葡萄树 我们要结出果子来 光叶子繁茂 光外表繁茂 那我们就跟这个无花果的结局 会怎么样 会一样的 会一样的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我们要知道 我的生命要结出果子来 2024年要过去了 这一年有没有结果子 和神的关系上 礼拜 祷告 话语 你的小组活动 你的茶经学习 在和神的关系上 有没有结出果子来 你个人的生命 你的人格 你的想法 你的价值观 和人的关系 你的学习 你的职场 有没有结出这果子来呢 果子来呢 如果到现在为止 一点都没结 还有机会 2024年还有一个半月 加油 加油 祝愿我们弟兄姐妹 都能够成为 结出丰盛果子的人 那我们今天看一下 接下来再看一下第二点 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十五节到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预备 齐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进入圣殿 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 推导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 也许也不许人拿着器具 从店里经过 便教训他们说 经上不是记者说 我的店必成为 万国祷告的店吗 你们到死他成为贼窝了 继续读 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 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 却又怕他 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 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 第二点 为了结果子 我们必须要得到耶稣的洁净 耶稣洁净 耶稣第二天 回了耶路撒冷进去 然后他到了圣殿 到了圣殿里以后 耶稣 咒诅这无花果树 已经是蛮生气的一件事情 看起来是不寻常的一件事情 和以往的满满 我们想象中的 那个充满爱的耶稣 慈祥的耶稣 不一样的一个面貌 那么到了圣殿里以后 更吓人 也是突然怎么样 在圣殿里面大发脾气 然后把圣殿里面 做生意的人都给赶了出去 赶了出去 然后把兑换银钱人的桌子 也都给推翻了 然后在别的福音书里面 我们可以看他做了个鞭子 然后鞭打他们 抽打他们 把里面的牛 这样的牲畜 也都给赶出去 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哪里 是外院 就是外邦人祷告的地方 把那里当成了一个市场 那为什么把它当成了一个市场呢 当成这样的市场呢 因为很多人为了朝圣 耶路上能礼拜 那么礼拜的时候要献祭 那么献祭的时候 祭司长 这些祭司们和这些商人们勾结 要赶外快 怎么不只是奉献 也通过这个做生意的方法来赶外快 那么他们来献祭呢 要带着祭物来 从小到鸽子 大到羊 牛都要献 但他们规定什么呢 来到圣经里面一定要献他们 祭司们查看以后 圣洁的 就没有一点瑕疵的 好的这样的牛羊鸽子 那么我们有的人 从远的地方来 罗马来 有的从近一点 从加利利地区过来 那么上百里的路 怎么牵着牛羊过来 对吧 来不了 所以他们来这里干嘛 买 所以一定得怎么样 如果有人拿来 他们也是挑刺 然后说这个有问题 那个有问题 不让线 一定让他们买什么样 圣殿里面的这个祭物 他们这个贵不贵 专利品贵 只能在那里买到的东西 第一个贵 第二个是什么呢 圣殿里面只能用 圣殿里面用的 以色列的传统的钱币 不能用 当时他们在市面上流行的是 印有谁的 罗马的钱 该撒头像的钱 所以那是外邦人的钱 不圣殿 所以到圣殿里面 不让用 一定得换钱 换钱的时候 我们弟兄姐妹们 都经常换钱 教学费 生活费 都得换钱 换钱的时候 又要付一个高额的什么 换率 对吧 换率的这个差价 是吧 要付这个差价 所以呢 他们通过这样的手段 赚取了非常多的暴力 暴力 所以呢 耶稣看到这个以后怎么样 非常的生气 说经上不是记者说 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吗 你们到此它成为什么样 贼窝了 贼窝了 那么耶稣捷进圣殿 我们看福音说到不是一次 耶稣在世宫的初期 中期 末期 都有 洁净圣殿的这样的事件 圣殿的事件 圣殿呢 是来 向神来 礼拜的地方 礼拜的地方 圣殿是象征着神 林格在以色列百姓当中 与他们一起同在的 通过会幕 慢慢演变成为什么样 发展成为圣殿的样式 来礼拜的一个地方 神与他们同在 但是以色列百姓也是罪人 无法直接遇见神 只有通过圣殿 通过献祭 来到祂的面前 所以这个圣殿呢 是象征神的林格同在 然后来到圣殿里面的祭物 是象征着谁呢 耶稣基督 通过祭物的赎罪 他们才能够来 向神来 礼拜 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这个祭物象征呢 是耶稣基督 那么旧约的以色列百姓 每年都要不断地来献祭 然后呢 来到神的面前 但是呢 耶稣基督来了 一次性地 为我们成为这永远的祭 然后替我们成了赎罪祭 让我们能够因信耶稣基督 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今天来 礼拜上帝 用不用献祭 不用献祭 因为什么呀 耶稣基督 一致性地 为我们成了这永远的祭 永远的祭 但是以色列百姓怎么样 却不知道了这一点 他们却把这一切都给怎么样 神要通过圣殿 向他们所说的话 神要通过圣殿 所要成就的事情 以色列百姓全都给怎么样 只为了什么而做 自己的利益 只按照自己的意思 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 只是按照自己的利益 在那里面来过这种信仰生活 圣殿 圣殿我们可以用两点 来应用在我们身上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礼拜的教会 我们礼拜的教会 这是圣殿 来礼拜的地方 各位弟兄姐妹 教会是礼拜的地方 不是做生意的地方 教会是礼拜的地方 它也不是一个俱乐部 教会是 我们来礼拜 交通 我们来小组 学习祷告 我们来一起经历 天国共同体的地方 所以我在我们 中归礼拜 幕会 全职大概二十年 真的也有很多的 这种挑战 有的人要在这里边 传销 也有过这样的事情 直销 发展下限 全部都给 也有的人在这里边 想要建立自己的 势力团体 自己的一个俱乐部 自己的一个群体 绝对不行 有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异端 想要进来 进来 全部都不可以 全部都掐断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拼命地守住 这教会的意义 礼拜 话语 祷告 交通 养育 传道 宣教的地方 教会的纯洁 我们要守住 然后圣殿 我们应用的第二点是什么 我们自身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 我们自己就是圣殿 我们自己就是圣殿 格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谁啊 圣殿 所以我们首先要把我们自己啊 要来经营好 经营好 各位 我们是圣灵的殿 今天圣灵来到你里面舒服吗 他在你里面 舒舒服服地在你里面 我们有的时候 如果说做客人 去某些人家里面 听说你来了 家里收拾得也很干净 是吧 然后非常的亲切 真的很欢迎你 那么这样的家 你去了一次 下次还想去不去啊 还想去 很舒服啊 很开心 很期待 对吧 但是有些家 知道你来了 一塌糊涂 地脏得不得了 连踩脚的地方都没有 衣服也没有收拾 都是乱七八糟的 都是灰 坐的地方都没有 连壶茶都没有 连杯水都没有 根本就不欢迎你 这样的家 你愿不愿意去啊 再也不去了 是吧 我们是圣灵的殿 今天圣灵在你里面 他舒服吗 他是很舒服的 在你里面 还是他 他觉得哪里不对劲啊 他觉得很不舒服 想要离开呢 如果不舒服 是什么让圣灵不舒服的呢 为什么我里面 我里面成了这贼窝呢 我里面的这个贼是什么 如果圣灵不舒服 我里面是不是成了一个贼窝呢 是不是有圣灵所不喜悦的呢 这个贼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里面有这贼 如果我们里面成了贼窝 圣灵绝对无法舒服的在我们里面 我们无法成长 我们无法结出果子来 我们无法有喜乐 我们无法有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 耶稣今天愿意来洁净我们的这圣殿 我们要每天每天 通过我们的祷告话语 通过QT来洁净我们的这圣殿 耶稣啊 我是圣灵的殿 但是我里面有盗贼 我里面成了贼窝 耶稣啊 请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 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里面的一切的贼都退去吧 让他出去 求主用宝血来洁净我们 圣灵啊 请你舒舒服服的在我们里面 我愿意成为你所喜悦的圣殿 让我们成为圣殿 诸所喜悦的圣殿 那么第三点啊 我们一起 20到26节就不读了 我们只读一节 23节 22节和23节一起读下一杯 其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信服神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第三个 为了结出这果子呢 我们一定要有什么呀 信心 我们要有这信心 为了结出果子 最需要的是什么呀 信心 耶稣咒诅了这无花果树 无花果树马上就怎么样 死了 第二天早上他们看的时候就 死了 门头吓了一跳 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事情呢 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事情 各位弟兄姐妹 能力 奇迹 什么时候会出生 发生 按着耶稣的话 就是信的时候 不疑惑的时候 就会发生的 信 不疑惑 很简单 信 不疑惑 只要我们相信 不疑惑 奇迹就会怎么样 出现的 能力 就会怎么样 出现的 但是在这里面我们首先要小心的一点是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总是说信心是能力 祷告是能力 我也说过几次 讲到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是 信心本身不是能力 信心本身它不是能力 祷告本身也不是怎么样 能力 信心和祷告 确实会怎么样 带来这样的奇迹和能力 但信心和祷告 它不是能力 本身 奇迹本身 能力从哪里来 奇迹从哪里来 不是来 不是来自于信心的 是来自于神 彰显奇迹的是谁 神 彰显旧恩的是谁 是神 不是信心 旧恩是神给的 是耶稣基督给的 耶稣神 他本身才是什么 能力 奇迹和旧恩 那么信心是什么 那么这里边说你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 信心就是什么 将那神的能力 耶稣的能力 能够通过我的生命 彰显出来的一个手段和方法 这就是信心 信心就是紧紧抓住谁 抓住耶稣基督 信心就是紧紧地仰望耶稣基督 信心就是单单地来仰望他 确信他 耶稣一定能做 这是什么 信心 如果我们总是说 我的信心有能力 没有能力 谁有能力 耶稣有能力 只要我们这样的信心 神的能力 奇迹就会临到我们 身上 耶稣今天把这个秘密 来告诉我们 来告诉我们 并且呢 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耶稣说你们能做更大的事情 你们能做更大的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 不要说这个无花果树枯干 你们说这座山挪到 投到海里边 它也能够怎么样 移到海里边 被扔到哪里 扔到海里面 各位兄姐妹 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 哇 我们里边的耶稣 我们里边的耶稣 他能够通过我们的生命 做出何等的大事 大事 我们呢 我们特别有意思 我们相信神活着 我们也相信神有能力 但是我们却不相信什么呢 他的能力会通过我的生命 怎么样呢 彰显出来 我们相信上帝有能力 我们相信耶稣有能力 但是我们却不相信 这个能力 他会通过我的生命 彰显出来 我们不想我也能够 做成这样的事情 我们总是说怎么样 不行 不行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 可以 只要你信 不疑惑 只要你确信耶稣就在你里边 只要你确信 在你里面的耶稣 能够彰显这样的奇迹 彰显这样的能力的时候 只要你相信 求不怀疑的时候 就像这乌花果树枯干一样 神给你这样的能力 哪怕命令一座山 说你投到海里 也怎么样 可以 各位弟兄姐妹 相信我们的上帝 所以我也祝愿大家 每天祷告的时候 如果你哪里不舒服 你先为自己祷告 我胳膊躺 主啊 求主你医治我 按手在你的身上 今天二部的时候 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哪里不舒服 哪里有 有病 一起来咱们祷告 各位 我们里面有耶稣 我们有耶稣 他会做到 你为什么不信 为什么不信 为什么老是怀疑 我们要信 你看 耶稣说 你命令这束山投到海里面 他也能够投进去 真的我们看到耶稣 把我们的信心提升到了 非常非常怎么样 高的一个怎么样 高度 让我们看到这信心的世界 是有多么大的 让我们看到这信心的领域 是有多么怎么样 了不起的 看我们基督徒们 能够做出多大的事情 所以宣教士们能够来中国 所以宣教士们能够做出 这样的伟大的事情 像戴德生的告白一样 我不求伟大的信心 我只求相信 伟大的上帝的信心 所以他们能够做出 这样的事情 各位弟兄姐妹 我祝愿大家能够靠着信心 能够进入到这样的 有这样的属灵的境界 能够有这样的属灵的高度 各位神的世界 能力的世界 奇迹的世界 属灵的世界 耶稣基督的世界里面 愿主祝福大家 愿大家这一周 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 结出这丰盛的果子来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 Hallelujah 亲爱的父神 感谢你今天 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礼拜 主啊 虽然我们都是这样的罪人 但是你爱我们 救了我们 你在我们里面 做网掌权 我们是圣灵的店 主啊 用你的宝血 洁净我们 愿你的圣 把我们里面的贼 全都赶出去 老我 贪婪 自私 罪的习惯 你拿上了耶稣基督的名 都退去了 圣灵啊 愿你舒舒服服的 在我们里面 彰显你的能力 耶稣啊 请你舒舒服服的 在我们里面 做网掌权 我相信你在我里面 我相信你让死人复活 我相信你 使瞎子看见 瘸子行走掌 大麻风的得洁净 甚至死人复活 我相信你 能够让我生命 结出那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的果子来 我仰望你 我抓住你 我依靠你 主啊 求祝你 祝福 让我每位弟兄姐妹 都有这样的信心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以耶稣基督的命